最後一個是台灣的重要的所謂的異常天氣 特別的天氣叫做颱風 颱風的季節叫做夏秋兩季 月份是7月到9月 历史紀錄上 一整年當中如果我沒有記錯 只有三個月 從來沒有颱風 從來沒有颱風清洗台灣的紀錄 也就是說理論上是 每個月都可能會有颱風 但主要都是在7、8、9、3個月 所以我們把7、8、9、3個月叫做颱風季節 夏秋兩季問季節 夏秋兩季問月份7、8、9月有颱風 是台灣很重要的雨水來源 颱風是一個熱帶海洋性的低企壓 熱帶海洋性的壓 來台灣的颱風大部分發展在太平洋 少部分發展在南海 等一下我們上課講解的時候 我們都當做他來自太平洋 太平洋那邊 南邊來的就不理他了 注意熱帶海洋性低企壓 這是因為颱風的行程 需要吸收充分的熱量跟水氣 要很多的熱所以要熱帶 要很多的水所以叫做海洋 因為需要充分的熱跟水 所以叫做熱帶海洋性低企壓 第一個是明天過後的時候有演 科學家站在螢幕前面 看著那個旋轉圈圈 有人講一句他好像颱風喔 後面有人接話說 可是颱風不會發展在目的上 為什麼沒有水 選不夠 學者也考過畫一張四張世界地圖 點幾個點點 點四個點點 問你哪裡會有颱風 第一個 緯度要低 緯度要低 第二個要放在海洋上 要放在海洋上 陸地上不行 就學者考過這一題 所以它是一個熱帶海洋性低企壓 它的行程需要充分的熱跟水 還有一個東西需要 比如國中不交 它有足夠的可視力 它要旋轉 它要短圈圈 它要旋轉 它需要足夠的可視力 原則上次到五度以內不會有颱風 發生過一次例外 那孔雀吧 忘記了 就是美軍走過次到附近 就被風吹了半七八糟 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玩意 壞在岔 在當時很特殊的天台下 有人要這樣 有人要那樣 逼它非要轉 不可 然後構成一個颱風 除了這個木球的 絕無僅有的例外之外 原則上次到五度以內不會有颱風 這件事情國中沒交 你就只要記得 我們要吸收充溫的熱量跟水氣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颱風的分類標準 我小時候有聽過超級強烈颱風 現在沒這個名字 就是京度、中度跟強烈 然後右手邊的相當風級就是 匍匐風級標最少要八級風 中心風速最少要八級 也就是颱風的發 它那個轉的風速 如果到八級風以上 我們台灣就稱它叫做颱風 那也不用費了 你知道怎麼回事 京度、中度跟強烈 只有一件事情 我們最近那個媒體 喜歡拿美國CNN的那個報導 然後講一些奇怪的話 超級強烈什麼之類的 美國人才有什麼超級強烈 我們就只有強烈而已 不要聽到美國人的超級強烈 就覺得好恐怖 沒有 他常常都唬爛 上一次颱風來的時候說 這個是地表最強風暴 當時全地球總共只有兩個颱風 他叫做地球最地球地表最強風暴 這捨什麼鬼話啊 所以不要理他 氣象球爆 我們氣象球爆颱風暴的 其實還蠻準的 貼我們的氣象球就好了 不要去關注美國CNN那個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OK 就是這樣 我們有7度中度跟強烈 按照風速的快慢分的 風速越強就是越強會對 OK